常数就是menu.first 第一个 menu.first加1加2一直到4 总共会有五个项目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menu的项目 再来的话呢 我必须要产生三个什么geo point 这个geo point我想前面那个范例有提到 那我就不再追溯 就你要去查台北101的坐标 那查出来的话 纬度就是这一个 25.033194 然后呢精度就这个数字 那再来日月坛 请各位自己也查一下 然后就这个纬度跟精度 然后高雄夜市 所以我们会产生三个geo point 到时候的话呢 可以用移动的方式 animate to 就可以指向那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部分我们上面宣告 那宣告部分呢 因为我会用到map跟map controller 这两个跟前面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跟 这个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连接的部分是连接那个map 那我要怎么样设定 相关的这种显示的模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能够让这个map controller 它可以run in run out的话 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放大缩小 你点一下之后 我们会发现 底下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放大缩小 那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 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加一行程式 所以这一行程式非常的重要 以后的话呢 你只要加这一行 就可以达到什么呢 地图的缩放 所以这里的话呢 直接在map上面呢 给它一个属性的设定 set built in的run controllers 给它tru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你大概就记一下 打一下点setb大概就出来 后面给它一个参数 就是true 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 检视的模式呢 可以是一般地图 那我这边traffic 把它改成force 那卫星地图的部分的话 就给它改成true 这个部分的话呢 那它就会用卫星地图来显示 所以我们刚执行的话呢 就会用卫星地图来显示 这个uncreate的地方 再来的话呢 我就取得什么呢 取得这个刚刚跟前面一样 我的map controller 它的缩放大小为17 那最后的话呢 预设值直接给什么呢 animate to台北101 就是我预设是卫星地图 加上台北101 所以呢 我就假设我这样执行起来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应该就会是卫星地图 把它跳开好了 跳开再执行 你看如果正在执行 有时候你执行 它就不会跳 一定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台北101 有没有看到 所以而且是卫星地图 我们预设值就是这一个 但是呢 我如果按下menu 假设我要跳到日月坛 或者高雄夜市的话 那我必须要在menu 按下去之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去做动作 所以当我点下日月坛的时候呢 那我该怎么做 底下的部分特别注意 我必须要建uncreate的时候 必须要建一个option menu 那特别注意 这个方法跟底下有一个